台南市白河区的一间加油站被歹徒带枪行抢 店员看这个歹徒身高大约是160公分 就想要徒手制服他要抢他的枪 这名嚣张的歹徒竟然对空鸣枪 最后当着店员的面抢走了一万多元的现金 后面桌正在戴着安全帽身高160公分的歹徒 闯入白河区公民路上的一间加油站试图要行抢 他想要叫这个员工把这个要抢劫 那员工他认为这个歹徒比较瘦小 就要跟他搏斗 秘密身高约180公分的加油站员工 见到对方挨他一大截 本来想徒手制服他 没想到歹徒竟然对空鸣枪 当着加油站店员的面 截走一万多元的现金 他也质疑说这个枪是不是有杀伤力 他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他想说老板交代的事情他就认真负责 警方表示案发前后台南市白河区和后壁区 沿途都有发生数起的机车窃盗案 而这间加油站刚好是在中心店 警方不排除这些案件之间的关联性 也已经调阅监视器来追查这名嚣张的歹徒